各位新潮屬蛇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居明 多謝各位網友支持 上次大家看了十二生肖的運程之後 很多問題反應很厲害 點擊率非常厲害 先在這裡多謝大家 特別是屬蛇的朋友說 我沒有吉星 而且走兩顆叫做天狗吊壓 應該怎樣駕馭空星呢? 其實我們說叫騎星拜斗轉好運 怎樣可以騎著星 怎樣可以拜斗呢? 拜斗的意思就是拜斗七星 增強自己的運程 怎樣呢? 坦白說屬蛇的人 其實不是每個人很信命數 因為在八字上來說 人生自害這四個生肖 都是一般比較自我 人生就是代表老虎和猴子 自害就是代表豬和蛇 自害就是蛇和豬比較好 但其實人生就是非常自我 蛇都可以 都是聽人說的 不過基本上都是任性的 屬蛇的名人原來真的很多 因為類似劉嘉玲、吳君如這些大家也知道了 例如前家樂、黃丹尼做梅艷芳那個 胡諾賢、郭富城、陳盈 無線是陳盈 另外是黃曉明的那些 全部屬蛇 屬蛇在影圈裡面的人很多 蛇天生他適現能力很強 可能真的像一條蛇一樣 有時他經常這樣 纏著不動 但是他一出擊的時候就很快 就會註冊到他的獵物 所以一咬下去 一中毒之後他就可以整隻 很大隻的東西他都可以吃了下肚子 然後慢慢消化 屬蛇的人真的 是有些所謂 非常之有主見 他是比較腳踏實地 變實了一些 不過他本身是非常之有高度的適應能力 所以很多鬼台、千台都是屬蛇的 今年雖然沒有吉星 沒有吉星的意思就是屬蛇的人今年低調一點 不要進攻 特別是如果你投資 今年也是比較危險一點 今年你本身就不要那麼自信心爆棚 所以今年聽的人說 聽的人說或者怎樣去更多貴人 蛇你記住 蛇跟這個猴子是六合星 叫自身合水 所以今年屬蛇的朋友 看看身邊有沒有一些屬猴的朋友 屬猴今年行政的紫微龍德 可以說你跟他一起 可以吸一下他的旺氣 吸一下他的紫微龍德星 第二件事屬蛇的朋友今年一定要認識 一個叫六月訣 甚麼叫六月訣 就是你勢力 你勢力 你出生的月份 加六個月 那個月出生的人 就是你今年的貴人 舉例 例如西力二月出生的說話 加六就是八 八月出生的人 就是你命中的六月訣 裡面的貴人 因為你二月出生 你就是春天木多 加了六之後 自然就去到八月 代表秋天 就是金多 即是一個木多的人 遇到一個金多的人 就可以互補不足 所以這個叫六月訣 屬蛇的朋友今年也要找身邊的人 有誰是同自己出生的月份 大概是六個月左右 這些人 你多點跟他接觸 就可以吸納你需要的五行 當然屬蛇的朋友 今年沒有甚麼吉星 你的空星是天狗 天狗代表甚麼呢 天狗 是代表血缸之災的 所以屬蛇的朋友今年 可能要做手術 或者會有些受傷 開車的人 車會比較麻煩 所以通常來說 這些所謂 叫做刀江劍影的星 一般來說都是金多 金多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射金 就靠水 所以屬蛇的朋友 今年射你那個天狗星 就是靠一種叫做四水龜塘的風水物品 放在你的房間的東北方鬼門那個位置 就可以化了今年這個七呎星 今年屬蛇的朋友要留意 就是你們要保你的財 要不要不見錢 就記住在你的房間 不要開你的西南方的窗 或者西北方的窗 你的房間裡面一定有窗 你看你的窗 是向甚麼方位 如果你的窗是向西南方屬蛇的朋友 是女性 你今年就很不見錢 如果你的房間窗是向西北方 是向西南方屬蛇 今年你又很不見錢 因為你沒有吉星 你賺不到錢回來 你就可以保持著那些錢 所以那些錢 就全部 在你的手納那裏 就會流失 所以這個是 開窗在哪個位置 這個是屬蛇的朋友 今年要特別留意的 屬蛇的朋友 記住 今年你下床的時間 一定要向南方或北方下床 原因是今年的吉星 八百飛星飛去南方 九指離火 飛向北方 所以下床的時候 也就是你出陣的位置 一定要向南方或北方 這兩個位置 在你的床裡面 一定可以找到 因為找不到南 就一定找到北 你就向著那位置下床 這就是你今年必勝的方略 宿蛇的朋友 我想在過去 我們認識你的性格 以及了解你去駕馭任何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永遠的弱點 第一件事 就是你比較容易看到別人的缺點 這件事就是不好的 所以我覺得 你多點去看別人的優點 多點看每一件事物的優點 多點看每一個事業的優點 你就會特別容易成功 所以不要談人那麼多 多點去看別人的優點 發掘別人的優點 第一你會多點朋友 第二每一件事你看他的優點的時候 你的人是比較樂觀 比較是光明面 對於屬蛇 今年沒有吉星的情況之下 這一種的心懷 可以說是等於行運的 屬蛇的朋友記住 別人的優點 就是你今年的 自勝之道 字幕提供 記住 字幕提供